各位親戚的朋友們 關心這個節目 各位的大家說 我們參與這個計畫 時間還蠻短的 我自己記得在高師大 在教育中所任教育之後 一直接觸到我們這個大陸計畫 到高師大一半的通知教師練習 我們協助辦理的過程當中 觀察到社會對於 學校保護教育這樣的用心 在這麼多場次的 從此教師練習之後 我們也看到 許多老師願意插入 這樣子的教育的推幻 我自己個人關心的是 學校教育的這些例題 在這一段 這一年其實是第三期 我才參與了教材研發的工作 那實際上每個一段時間 跟這幾位教育設計的老師們 對談 我發現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 那我其實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比較多 關心學校的教育 其實從教材的分析上面 已經看到 其實很多教材的製作者 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關懷到所有的面下 那學生對於這樣子的教材的內容 也針對了其中的不適當的地方 讓我們對老師們 能夠再加力調整 然後設計出的這些教材 那我們這些教學活動 其實在真正觀察 有效的教學活動 一定要讓學習者是 手道跟心道 要透過第一手的經驗體驗 真正的用心 用關懷 然後能夠知道說 他們的未來應該是如何 所以我們現在最有閒的用語 就是the future we want 甚至我們應該是the future we met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去創造我們的未來 那跟動物的這樣的互動關係 其實非常重要的是培養 所以是孩子們的這個價值觀 從通理心的這個能力的培養 他們會更關心周遭人事務 那這次我們從事 環境教育的工作以來呢 是常常觀察到 不應該再用一些教條式的 這個說教宣導的方式 像我們這幾份教材以後 各位可以觀察到 所以這些老師們都透過了 讓孩子們的清索體驗 然後再引導他們去思考這裡面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在最後只能說 我敢配這幾位參與的老師們 他們在設計教案的時候的用心 之後還真正在課堂當中 進行的教學 跟他們孩子們的反應 再繼續進一步的修正 教材的內容 所以我相信他的適用性 是非常非常的高 也希望能夠多推廣到這個學校去 那我也非常感謝協會 給他們一個機會參與這個教材的 研發的動作 那在此就是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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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